《一話一世界新聞看時間》 大家好 我是周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展開中歐五國訪問行程 他說華為的設備 對信息安全構成威脅 如果歐洲國家繼續使用華為產品 美國可能縮減 和歐洲合作的規模 這是他到訪的首站匈牙利 後面的這尊銅像那麼眼熟 它是美國前總統里根 透過巧妙的構圖 攝影師將蓬佩奧 和里根的銅像組合在一起 里根好像微笑著看著蓬佩奧 有點穿越的感覺 蓬佩奧警告盟友 不要部署中國華為公司的設備 華為表示沒有參與過 任何政府的情報工作 在匈牙利 華為的技術 服務70%的人口 並且和匈牙利 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 大多數電信服務商合作 路透社引述美國國務院 一名官員的話說 華府正在積極地遊說盟友 不要為發展5G網絡 而購買中國電訊公司 華為的設備 其中歐盟是美國首要的遊說對象 據說華府通過多個途徑遊說歐盟 包括透過北約內部的會議等 中國外交部敦促美國政府 停止對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 無理地打壓 不能打折安全的幌子 以莫須有的藉口損害合法經營企業 應該多做有利於中美合作的事 因為全球暖化 冰層加快了融化 越來越多的北極熊 被迫到更多的地方尋找食物 俄羅斯位於北極圈內的新地島 出現越來越多的北極熊 當地政府上個星期六宣佈 群島進入了緊急狀態 新地島有幾千人居住 北極熊的出現 打亂了居民們的正常生活 家長們不願讓孩子去上學 受到法律的保護 捕殺牠們是不可行的 俄羅斯將北極熊 列為冰威動物 不許獵殺 北極熊漸漸不再害怕警告的訊號 一旦所有的方法都失效 唯一的措施只有射殺牠們 不知道是誰打亂了誰的生活 還記得這一張經典的圖片嗎 一隻北極熊被活活地餓死了 有科學研究顯示 受到人類活動釋放的 溫室氣體效應影響 北極暖化的程度比地球其他地方高兩倍 海濱也有融化的跡象 北極熊樹木也在下降 當中是否有因果關係呢 長期關注北極熊生存的科學家表示 但是以目前海濱的融化速度 估計到2100年 北極熊就會絕種 要阻止這個悲劇發生 需要在應對氣候變化上 做出更大的努力 以上是今天今日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